而是彼佛 受沙弥琴 过二万劫矣 来于四正之中 说是大乘经 明妙法连华 教菩萨法佛所护年 说是经以十六沙弥 为恶欧堕落三秒三菩提菩 结共受持独送同理 说是经时十六菩萨 沙弥 杰细 信收 声闻众众 已有信结 其余众生千百万亿整 皆生一回 而时 就在这个时候 彼佛受沙弥琴 大同士圣儒来恩 接受十六沙弥的琴法 过二万劫矣 经过二万劫矣 这么长的石井 乃于四中之中 说是大书是大书是大乘经 才讲说大乘经典 这个大乘经典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妙法连华 叫妙法连华经 这一部经呢 是教化菩萨的法 佛所护所护念 一切诸佛所保 保护着这个念经的人 说是经典 说这个经典之后 十六沙弥 这十六个沙弥 为恶欧多了三秒三菩提固 因为啊 他们为着这个无上正等正脚 这个佛果的缘故 结共受持 他们大家共同来啊 修持这个法华经 封诵同理 他们来啊 授持这个法华经 念呢 都念得非常的熟 而在法华经呢 可以从头上 能不用本子的念到最后这一品 这同理 永不忘识 他在这个八识田里头啊 永远都不忘了 说是经时 在这个大通至圣语 来说这个法华经的时候 十六菩萨沙弥 这个 菩萨沙弥 也就是沙弥 菩萨 但是可没有受具足界 没有受这个比丘界 为什么他们不受比丘界 而就做菩萨了呢 因为啊 这十六沙弥 修行的非常的精进 阿玛向前勇猛精进 所以啊 也就没有时间受比丘界 因为太忙了 忙着干什么呢 讲经说法 转大法文 读诵法华经 你这个人呢 所谓受戒 是给那个犯过的人呢 受戒 你如果天天能送念法华经 就不会犯过了 常常啊 能收射三身口意 这三页都不犯 你口念这个妙法华经 口不会犯这个四恶业 你身封颂这个法华经 身也不会犯杀到人的恶业 你意念思维着法华经的意思 你要并且要记住他 这一也不犯贪陈池这个三页了 所以这叫三页清净 既然三页清净了 那么受戒和不受戒是一样了 所以这十六沙弥 也就十六菩萨 有着这十六位沙弥 虽然说是沙弥 这都是再来人 怎么叫再来人呢 就是都是来拥护这个大通至圣如来 他这个道场的 在过去生中啊 法院 法院呢 啊 这是 沙弥 人成佛了 我一定要拥护他的道场 好像这果护啊 法院说我要成佛呢 他就要拥护我的道场 现在我没成佛 你一样要拥护我的道场 不是成佛了才拥护道场 没成佛也要拥护 这才是啊 真正法院啊 他不是说啊 成佛了 我拥护道场 成佛了他自己神童妙用 大得不得了 有人拥护 没有人拥护都不要紧了 你现在正是我 现在没有神童的时候啊 你要拥护啊 那才是真正的护法啊 就好像啊 有一个有钱的人呢 天天吃的 非常的好的东西 真羞美味 吃的最好世界上了 最好的东西 他也来吃 你送给他 你再说啊 我今天呢 不是给你一顿饭 请你吃 他就啊 不一定接受你的这一顿饭 因为他在家里吃的 比你请他吃的饭更好 那么如果他一个情人 他家里没有什么饭吃 甚至于所吃的都是那个拜子米 很下等的那个米 你呀 请他吃一顿呢 很好的饭 饮食啊 他一定会吃的 不但会吃吃完了 他还要很谢谢你 也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啊 你们以后发愿 说是要护法师父的法呀 不要等到师父成佛才护法 成佛的时候 那个护法就多得很 成佛的时候去护法 那个护法就多得很 那个护法就多得很 咱们以成佛的时候去护法 信寿大通至圣如来所说妙法 声闻众中 在罗汉里面已有信节 也有信 而且还明白 其余众生 其余有很多众生 千万亿那么多种 皆生医会 对佛所说妙法就都生医会了 生医会了 他说佛有很大的神统 好像这个本经法华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五千退席 回来 回来 佛把他迁移到其他的国度里去 免得令他生医会 那么不好了 因为本经的五千退席 他不单 是怀疑 依悔 而且还会毁谤 那么单单一回呀 他不会怎么样堕落 如果要是毁谤 那个大乘经典呢 就会堕落到三恶道里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法画经的时候 把那个五千比丘啊 增上万的比就就退席了 就走了 那么大同志圣如来呀 他讲这个法画经的时候 那么这有百千万亿 这么多种的众生都生怀疑 他为什么不把他搬到其他的国度去 免得他生火生医会 因为这些众生呢 虽然医会他不会毁谤的 因为不会毁谤这个大乘经典 所以就没有搬到其他的地方去 佛说是经 于八千节 为仅仅余 为仅修匪 为仅修匪 所是經已 即入净食 注意禅定八万四千节 世之十六菩萨沙弥 知佛入始,既然禅定,各生法座,一余八万四千节,为四部中广说分别妙法化经。 一节度六百万一,挪幽托,恒河沙等众生,释交利息,令法恶欧堕落三秒三菩提醒。 佛说世经,在这个大通至圣如来啊,说完了啊,这一部妙法莲化经,于八千节,在这个八千节这么长的时间,未曾修费。 啊,在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啊,休息,没有啊,说间断,不讲这个妙法莲化经。 你看看,大通至圣如来,讲妙法莲化经,讲了八千节。 这个释迪迦牟尼佛讲了八年。 那么一位佛说八千节,也是说这个妙法莲化经。 一位佛说八千节,也是说妙法莲化经,怎么有的就说的那么长,这一位佛就说的这么短。 这种直见呢,这种直见呢,是众生的直见,分别长短。 在这个时间上呢,本来也没有长,也没有短。 这个长短是众生的分别性,而有的。 所以啊,这个大通至圣如来,说妙法莲化经。 八千节,是说这个十项的法门。 释迦牟尼佛也是说这个十项的法门。 所以啊,这个长短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未曾修费,在这么长的时间也没有休息过。 也没有啊,说是,把这个奖经说法这个事情啊,把它停止了。 停止,这就叫修费。 没有停止,就是没有间断。 天天都是讲妙法莲化经。 天天都是啊,说这个大乘啊,十项的法门。 所以你不要我们这儿,以为我们这儿天天讲妙法莲化经, 或者讲其他经典,啊,就天天讲。 过去诸佛都是天天讲的。 所以啊,我们佛的弟子应该天天来研究这个法莲化经。 也不应该修费。 说是经理,把这个妙法莲化经说完了之后, 就进入净时,就到啊,这个佛住在那个净时里边去, 住于禅定。 到他那个字母的房里边呢,啊,就去打坐去了, 入于禅定了。 八万四千截,啊,在这儿一入禅定啊,就入了八万四千个大截。 这佛啊,大同志圣佛啊,入了八万四千个大截。 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他佛入定了,这法莲化经是不是就没有人讲了? 不是的。 啊,是十六菩萨沙米,在佛入定这个期间呢, 这十六菩萨沙米啊,啊,知佛入室。 知道啊,佛在这个净时里边呢, 既然禅定这个,如如不动, 寥寥长明,这入于禅定了。 所以,这十六菩萨沙米, 就都发,嗯,弘扬佛法的心了。 啊,于是乎啊,就各生法座啊, 十六,十六王子啊,啊,这菩萨沙米啊,都生法座。 啊,有的人就问,说他们生法座是不是在一起啊? 啊,这十六个人都坐在一起, 这每一个人做一个法座啊,不是的。 他因为啊,回着轮流着, 今天你讲,明天他讲啊,后天他讲。 啊,这叫各生法座。啊,回着呀,各画一方。 啊,这个画东方,那个就画南方, 那个画西方,那个画北方,啊, 啊,那个画东南,这十六个。 啊,有这个,呃,有这个,呃,两个人画一方啊,这八方。 啊,所以啊,你不要指着啊,它是一起生法座,各生法座是不是都在一起? 不要那么指着啊。 啊,一八万四千节。 啊,那么啊,在这个八万四千节啊, 为四部中,为这个比丘,比丘,你又泼菜,又泼仪啊。 啊,这四部中。 广说,分别。 广啊,就是啊,把它宽广,推广起来。 来说啊,分别妙法花经。 分别啊,来说,详详细细讲的妙法莲花经这个道理。 一节度六万,六百万一,挪幽托,恒河沙等众生。 每一位菩萨沙弥都度了六百万一,挪幽托,恒河沙。 挪幽托也是一个大数目,恒河沙也是印度一个大数目等众生。 是教利息,指示来教化他,令他们得到利益而欢喜。 令发恒河沙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使令啊,这个六百万一只众生啊,一期都发着恒河沙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也得心无常正等正教这个心。 大通至圣佛过八万四千节意,从三昧起。 王义法座,安详而作。 祖高大正是十六菩萨沙弥。 祖高大正是十六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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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到他这个红法这个法座,安详而坐,到这个法座上面,很安详的坐到法座上面,普告大众啊,普遍告通啊,在这个道场里面的一切的大众。 是十六菩萨沙弥啊,他说啊,这十六个菩萨沙弥甚为稀有,这是很少有的,很少有的,诸根同立,他们呢,这个诸根同立,以前我讲过,就是六根的互用了,智慧明了,他们这个般若智慧也现前了,啊, 明了通达一切诸法,为什么他们能明了通达一切诸法呢? 因为他们过去生中啊,已曾供养无量千万亿术术,供养过无量千万亿术那么多的诸佛 于诸佛所,在那个佛的那个地方,在佛前边,常修凡横,常常呢,修这种清净横,就是啊,延迟戒律,啊,修的清净呢,横门,受之佛制, 他们啊,常常所消息的,就是佛的智慧,开释众生啊,他们还要,又开释一切的众生,另如其中,也啊,到这个佛的智慧,这种呢,呃,程度上,也得到佛的智慧,所以就这样,另如其中 如等,借等,朔朔,清金,而供养之 所以者和绕声闻,必知佛,记住菩萨,能信世十六菩萨,所说经法,受持不悔者,世人皆当得恶物多罗三秒三菩提,如来之辉 佛告主比丘,世十六菩萨,常乐,说世,妙法,莲花经,一菩萨,所化六百万亿,挪幽托,横河沙等众生, 世事所生与菩萨举,从其文法,细节,信节,一死因缘得知四万亿诸佛士尊,欲尽,不尽 大同至圣如来 告诉我们 如等皆当 做做亲近而共良之 怎么叫做做呢 做做就是 很快的 你们就快 应该清 快一点亲近 这十六菩萨沙米 而共良之 你们要亲近他 亲近他 就是常常不离开他 做做 就是走一次又一次 常常去亲近他 常常不离开 这十六个菩萨 而共良之 你共良啊 这十六位菩萨 沙米 所以者和呢 为什么要我这么要对你们讲呢 绕生文 假设有生文 地质佛 这个圆角 记住菩萨 和这个所有的菩萨 能信是十六菩萨沙米 所说法 能信仰啊 深信 不疑 这十六菩萨沙米 所说的这个经法 所说的经法 受持不悔者 常常啊 受持 不忘 又不毁谤 不生毁谤的 这种的 心 世人皆当 得 多了三美三菩提 这个 是生文呢 是 毕之佛 是菩萨 回的一切众生呢 啊 凡是这一类的人呢 皆当得 都统统应该得到 这无声 正等正脚 如来智慧 佛的智慧 佛告诸比丘 佛呀 告诉所有的一切比丘 是十六菩萨 这十六位菩萨 常乐 说是 妙法 莲花经 他们最欢喜的 就是说这个 妙法莲花经 一菩萨 所有啊 这十六个菩萨 一菩萨 所化 六百万亿 挪幽托 恒河沙等众生 每一个都 教化了 有六百万亿 挪幽托 恒沙 那么多的众生 世世所生 他们 生生世世 就是生生世世 世世生生 于菩萨聚 都发愿呢 和这个 十六 菩萨沙弥 在一起 从其文法 听这个十六菩萨 沙弥所讲的这个法 细节 信节 那么统统啊 信而不移 都明白 以此因缘 以这种的因缘 得之四万亿诸佛世尊 那么 他们呢 得预兆啊 四万亿那么多的 诸佛世尊 于今不尽 到现在呀 嗯 还没有 嗯 完了他们这个愿 还没有啊 嗯 穷尽 我今彼此 只颓 诸佛世尊 诸佛世尊 注比其 以清 我今于如 我今于如 彼佛弟子十六山明 今皆得欧多罗三秒三菩提 于释放果度现在说法 有无量百千万亿菩萨声闻一位眷属 其二沙米东方作佛一月厄储 在欢喜国二名徐弥顶 徐弥顶东南方二婆一名狮子阴 一名狮子乡南方二婆一名虚空柱二名长命 西南方二婆一名地乡二名凡乡西方二婆一名阿弥陀 祝一切世间苦恼 祝一切世间苦恼 西北方二婆一名多莫恶不瞻叹香神疼二名虚弥香 国际佛一切世间苦恼 东北方二佛一名云自在,二名云自在亡 东北方佛一名云自在 Big方佛一名云自在,二名云自在亡 东北方佛一名云自在,二名云自在亡 三菩提 释迦牟尼佛 诸彼修 你们各位啊 这个出家的人 比丘 比丘尼 诱破仪 我今余辱 所以我现在呀 告诉你们 比佛弟子 那比那个大通至圣辱来呀 这一位佛的弟子 十六沙米 这十六个小沙米 也有老沙米 也有大沙米 这十六个 出家时间久 做的沙米时间久 这叫老沙米 出家不太久 也不太久 也不太久 也不太长 也不太短 这叫一个大沙米 那么 刚刚才出家 这叫小沙米 那么这十六位沙米 大家都是老沙米 为什么呢 他们出家的时间 都非常久 接得多了三秒三菩提 他们十六 沙米也都成佛了 得到无上 无上正冷正脚呢 那 于十方国度 现在说法 在这个十方所有的世界啊 现在正在说法呢 有两百千万亿菩萨 声门 以为眷属 这佛的眷属 佛的家 家里人是什么 就是菩萨 罗汉 声门 圆角 这是菩萨的眷属 就是菩萨的 就是佛的子女啊 好像一个大家庭 那么现在小佛了 不是吗 这都是佛的子女了 佛的弟子 佛的子女 所以你自己啊 一定要做佛的一个孝顺的子女 咱们都是佛的眷属了 其二沙米 那么有两位沙米 在东方做佛 咱呀 东方呢 成佛了 一名恶徒 恶徒 恶徒啊 是凡语 翻译过来叫不动尊 也就是啊 要是流利光乳 就是我们这位 这个佛 这我们这三乳来呀 这位是要是流利光乳来 他拖这个躺 这位呢 就是我弥陀乳了 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你们也要 因为在美国人呢 一见到佛像就问是哪一个佛 他就想要认识 那么你们佛堂里边的人也都应该 人人都知道 不要外边来 有人问你说那是什么佛 哦 我都能 人人说他在这住在这天天小佛法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佛 哎 那他倒架子 不单倒你倒徒弟的架子也倒师父的架子 啊 这跟这个师父小小什么东西呢 这简直在这连个佛都不知道是哪一位佛 外边来的人呢他都要知道哪一位是哪一位佛 那么里边的人更应该要知道咯 所以啊 你们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你愿认识这一位佛 要是流利光乳来就是这个恶土佛 也就是啊 这个不动尊佛 啊 他在这欢喜果成佛 欢喜果 东方欢喜果 也就是啊 东方静流利世界 啊 这个要是流利光乳来的 二名徐米鼎 第二位沙弥成佛啊 这个佛的名字啊 就叫徐米鼎 啊 他也和这个不动尊佛呀 是做邻居都在东方 南 东南方二佛 有 有两位佛 这也是两位沙弥啊 成的佛 一名叫狮子银 一个名字呢 就叫狮子银 他那个 表示这个佛说法啊 他的银声 银声呢 啊 好像狮子银的嘛 那么样子 有威 威猛 二名 狮子相 第二啊 这位佛就叫狮子相佛 狮子相如来 南方二佛 南方啊 也有两个佛 一 一名 虚空柱 一位佛的名字呢 就叫虚空柱如来 啊 他的名字叫虚空柱 不一定啊 说柱在虚空那个地方 二名 常灭 常能啊 给众生灭一切的罪业 这第二位 佛的名字 西南方二佛 西南方啊 也有两位佛 一名啊 就叫地相 这个佛呢 相貌啊 好像那个帝王之相 好像那个大凡间啊 那个帝师那个相 二名啊 凡相 第二这个佛的名字 就叫凡相如来 凡相佛 啊 他 这个相啊 是清净 啊 在阴地啊 常修凡横 所以啊 佛的名号叫凡相 西方二佛 一名阿弥陀 你看啊 现在这说明白了 这阿弥陀佛呀 原来也就是十六王子 大同至圣佛的十六儿子 啊 所以生在西方啊 他叫阿弥陀佛 这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如来 阿弥陀是凡语 翻译过来意思呢 就是叫无量寿 或者是啊 说无量光 啊 无量寿 他的福德无量 无量光 他的智德无量 这无量寿是 是一道福 福德 而讲的 无量光 是依着智慧 而说的 所以啊 这个名字 阿弥陀佛这个名字 就是智慧无量 福德无量 二名度一切世间苦恼 第二个名字呢 第二位沙密成佛的名字 就叫了 杜托一切世间呢 众生的苦恼 那这个名字 西北方二佛 西北方两位佛的名字 一名多慕罗巴 沾探香神童 是不是这个果义 在八十八佛 有这么一位佛的名字 记得吗 果义 多慕罗巴沾探香 有 有 有 是不是 你有一次问我是什么意思的 现在我给你讲给你听 这是专专讲给你一个人听的 旁人不要听 旁人现在可以把两个耳朵堵上他 多慕罗摩罗伯 这是法语 法语过来的意思呢 就叫 性无构贤 性就是自性的那个性 无构就是没有成构的那个构 贤就是圣贤的贤 言起呀 他自性本来就没有成构 就是贤人 啊 所以啊 记得了吧 性无构贤 沾探香啊 就是一种香 又有神通 这个佛的名字就是这个 二名 徐弥相 第二个佛的名字 就叫妙高相 就好像徐弥山似的妙高相 佛 北方二佛 一名云自在 一位 一位佛的名字啊 就叫云自在 在空中啊 任运而行 啊 在虚空里头 二名呢 云自在王 这个云自在王 如来 东北方二佛 东北方佛名 啊 第一个佛名字就叫坏一切世间不为 世间呢 所有什么恐恐惧的事情 他都可以给破坏了 啊 破坏世间恐一切的恐惧的事情 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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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米啊 就是 我释迦牟尼佛 就是啊 这个能人寂寞啊 这一位佛 于梭坡果渡 在这个梭坡世界 就是印度那个地 那个地方 成了 多了三秒三不去 啊 得成了无上正等正角的佛果 主彼星 我当为沙米词 各个教化 主量百千万亿横河沙等众生 从我闻法 为恶欧多诺三秒三菩提 此诸众生于今有诸生闻地者 我常教化 恶欧多诺三秒三菩提 世诸人等应以释法 渐入佛道 所以者和如来智慧 难信难解 而是所化无量鸿河沙等众生者 如当诸比丘及我灭度后 未来世政生闻地子誓言 诸比丘 诸比丘 释迦牟尼佛又对诸比丘说了 我等归沙米时 是我们这十六个王子 做沙米的时候 每一个沙米就叫化这么多的众生 无量百千万一 恒河沙等众生 我们现在做比丘呢 连一个众生也没有叫化 是不是应该生大惭愧呢 从我闻法呀 说这么多的众生 无量百千万一恒河沙等 这么多的众生 都是跟着我听闻佛法 从我闻法呀 就跟着我来晓佛法 威沃沙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们为什么要求佛法呢 就是为了无上正能当脚 此诸众生 说这一切的众生啊 余今有助生闻地 现在啊 已经有助在这个 生闻这个 火味上的人啊 我常叫化 我现在啊 我常常叫化 他们佛沙多罗三秒三菩提 叫他们去修这个无上正能正巧这个方法 试诸人等 这一切的人等啊 应以试法 应该呀 以这个无上正等正巧这个法呀 渐入佛道 渐渐地就到了佛的果位上 所以者和所以然的原因什么缘故呢 如来智慧难信难解呀 因为如来这个智慧呀 是不容易相信 也不容易明白 不容易相信 就不能修行 不容易明白 也就不能得到这果位 所以啊 难信难解 儿时所化无量横河沙等众生者 我在以前所教化的无量无边 百千万亿横河沙那么多的众生啊 啊 我告诉你们啊 如等诸比丘 就是你们现在这一切的比丘啊 即我灭后 可我将来灭度之后啊 未来是一种在啊 将来的事里边 生文弟子是也 那么得 罗汉国的 这个生文秤的 这一类的弟子 就是啊 以前我所教化的 那么 这个佛法呀 是将一种因缘 要没有因 也就没有这一种缘 没有因也就没有果 好像释迦牟尼佛呀 在没成佛之前 他就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他 每逢出世 就做比丘 做比丘 到处啊 宣扬佛法 讲经说法 那么一切众生啊 对这个法师生信心 啊 这个法师是比他父亲母亲都好 比他啊 甚至于比他自己都好 所以啊 他就一定要啊 跟着这个法身父母 来修行 释迦牟尼佛 也就用这个大慈平等的心 来啊 教化众生 那么 所教化的众生 一天比一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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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的果位 也一天比一天高 一天比一天高 那么到了 这释迦牟尼佛 成佛了的时候 他所教化这些众生啊 啊 是否和他有缘的 也都啊 来拥护他的佛法 啊 但是他没有成佛以前呢 他那些个 所教化的弟子 也生生世世的拥护他 拥护他 来帮助他弘扬佛法 那么到成佛了 那时候 这群弟子又都来了 又帮他弘扬佛法 那么有的没有来的 没有来的啊 就等到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之后 他们正恶罗汉谷 而将来啊 成佛 所以这个 这一切事情 都是啊 有一种因缘的 所以他说啊 啊 诸法从原生 诸法从原灭 我佛大沙们 常作如实说 我灭度后 所有弟子 不闻事经 不知不觉 菩萨所行 自于所得功德 生灭度想 当入涅槃 我余更有 一名 世人随身灭度之想 入于涅槃 而于彼度 求佛智慧 得闻事经 唯以佛称 而得灭度 更无余称 出佛如来方便说法 好 我灭度后 释迦牟尼佛说 我入涅槃之后 佛有弟子 又有啊 没有见过佛的这种弟子 不闻事经 他们修的小乘法 不明白大乘的妙礼 所以啊 也听不见法画经 不闻事经 不知不觉菩萨所行 他们也不懂得 什么叫行菩萨道 他们也不明白 什么叫菩萨所应该行的 这种行为 所以啊 自于所得功德 他自己呀 回着坐禅 回着呀 修行得到一种的 警戒 这功德也就是他得的警戒 生灭度想 他自己呀就想 我这已经入灭度了 什么念头也不起了 当入涅槃 这已经呢 入涅槃了 他以为是大涅槃的果位上了 我与余果做佛 那么释迦牟尼佛呀 他不在这个苏婆世界做佛 在他方世界做佛 他方世界做佛 更有一名 他的名字也不叫释迦牟尼佛了 另外有一个旁的名字 世人随生灭度之想 这一个佛的弟子 他虽然呢 自己以为他自己得到灭度 这种的妄想 生了这种妄想入于涅槃 他得到这个不生不灭的 这种涅槃的警戒了 而于比一度啊 而在这个我在其他世界成佛 这一个果度啊求佛智慧 他想呢 在求明白佛这种大智大慧 得完誓经 所以在其他的其余的果度啊 有听见这法华经了 他为佛乘而得灭度 他呀 至于 唯独啊 应该以这个佛乘啊 而得到这个灭度 不应该呀 以这个生文人呢 这个 偏空的 来呀 说是得到真正的灭度 更无余秤 其他的大秤小秤都不可以的 唯独这个佛秤啊 这法华经是佛秤啊 啊 才可以呀 得到真正的涅槃 出主乳来 方便说法 唯独啊 除非 诶 这个诸佛乳来呀 用一种方便全巧来说法 对着一种特别的基 那么说了这个法就令他开悟了 这不在此 诸佛秀 诸佛秀 绕如来四支 捏盘十道 众有清清 信节坚果 说 聊大空法深入残灵 遍及诸菩萨及神文众 微书是经 世间无为二称而得灭度 为佛称得灭度而 释迦摩尼佛 这教医生啊 诸比丘 肉乳来四支捏盘十道 假设佛啊 四支道啊 将要入捏盘了 这个时候来了 众有清净 这所在这个 坐下这些人呢 要得到清净了 信节坚果 信心和明了 非常坚固 不能摇动了 没有人可以啊 把它摇动了 了达空法 都明白啊 通达这一切诸法空向 深入残境 入这个甚深的三昧 深深的残境 啊 记住遍迹诸菩萨啊 就记朝记啊 这一切的诸菩萨 去生文众和这个 生文圆角啊 俄罗汉 微说世经 就给说啊 这一部法华经 为什么呢 因为世间呢 乌有二称而得灭度 世间的这个 修 修行的方法呀 只有啊 佛乘才能得到灭度 这二称呢 他虽然以为是灭度 但不是真正的灭度 他呢不是真灭度 而所以这二称啊 不能得灭度 无有二称而得灭度 唯一佛乘 唯独的就是 就是单独这一个佛乘 得灭度 能得到这个灭度的 这种的果位 其余二称呢 是得不到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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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